阿扎斯,欢迎来到阿扎斯的频道 不晓得各位是否知道iWin 我刚看到这个名字出现时 还以为是微软爸爸推出新的系统 稍微深度看着讨论 才发现事情比想象中的复杂 而且影响未来的重大变化 这个iWin到底是在吵什么 这部影片就是稍微聊一下 2024年1月17日 在PTT的西恰版 有两篇文章遭到锁定 文章的作者 原先就因为使用三个分身账号 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并打入永久水桶中 不得进入看板内 但两篇文章的发文日期 是2023年的11月跟12月 去年的文章直到今年才被上方处置 而且处置的对象早已被水桶 为什么要特定公告所闻呢? 这得牵涉到标题与内文的关键字 词小鬼、梅斯卡基 以及文章中分享的图片尺度 词小鬼这个词 本身就有意志对幼女或少女 侮辱性的名称 但在宅圈内 变成一种猛属性的表现 被索文的作者使用不同的账号 发表了许多以词小鬼为标题的文章 其中一篇文章是介绍一款成人像的游戏 词小鬼Train 这是由深海工坊 在2023年7月22日发售的新作品 在同年的12月1日 也顺势发售简体中文版 游戏中文化的发售消息 接着在各个论坛与讨论区中散播开来 也许是因为这部作品的标题 画风 题材 性向等等等等 引起某方人士的不满 这份怒火直接灌入了第三方的民间检举平台iWin 该单位受理检举后 就来信要求相关论坛下架 词小鬼Train的相关消息 而PTT算是被迂火波及的其中之一 后续用索文处理 版主也在公告中呼吁 类似的内容可能会被iWin 以违反了儿童色情的事由介入 而当我提到词小鬼这个敏感词 我的频道搞不好也要被Win了 You win! iWin到底是什么东西 接着我们就好好来了解一下 打开它的官方网页 它的全名叫做 iWin网络内容防护机构 根据网页中的说明 这个机构的任务是 推动自律宣导防护及处理争议申诉 藉由拟定及推动业者自律标准 建立及推广防护机制标准 宣导教育民众额哨正确观念 及受理民众申诉 并协助处理网络不但内容 以上就是他们的核心任务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公家机关的感觉呢 但iWin在QA告诉你 他们并不是公务机关 而是依据额哨法第46条授权 由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邀请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如卫福部、教育部、文化部、内政部、警政署、 抒发部等共同筹设 虽然全名叫iWin网络内容防护机构 但根据iWin的组长韩浩云解释 iWin并不是机构 而是由上面刚刚说过的 单位共同组成的专案计划 从2013年设立开始 依法以两年一起的招标方式 为由民间单位负责的组织 然后从2017年起 都是由台北市电脑工会一路承接至今 眼睛的你应该有注意到 iWin是成立了10年的单位 并不是突然冒出的 只是因为最近的事件风波才让它被点亮 身为网络服务使用者的你 可以透过iWin平台进行检举 只要你检举的目标是符合六大类的范围 就可以减幅相关证明送出申请 六大类的项目分为 色情、暴力、血腥、恐怖、有害儿哨物品 其他有害儿哨身心健康内容 但等你到检举页面后 会发现还有另外四类 它们分别是 网络霸凌、儿哨私密罩、非网络内容相关、不实讯息 所以实际上检举类型总共有10种 不论是影片、图片、甚至是文字 只要有符合以上的类型可能 你都能向iWin检举 检附原初处的网址 并简单叙述一下原因跟诉求 就可以轻松送出了 后续也能查询案件的回报进度 但要注意的是 iWin并没有公权力 她只能初步判定是否有构成疑虑 如果没有就是驳回 如果有 那就是转交给主管机关去判定 好的,以上就是iWin的内容简介 更详细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上去网站上看 初步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感觉就是一个维护善良风气的申诉平台不是吗 那么到底在活什么 接下来就是来说说议论的地方 身为二次元的爱好者 在脸书、巴哈、PTT、迪卡等各大社群平台上 都能看见对热爱的作品发表创作 而罗利或正态 这些可爱的男孩或女孩的属性 不论是创作图文还是转贴图片 这些疑似儿童的作品 很有可能会让你吃上罚款 甚至是刑责 iWin虽然没有供权力 目前承接的民间单位是台北市电脑工会 这些人要怎么判定申诉案件 这个基准到底是如何 并没有人知道 也因为这样 关于iWin的讨论 开始产生了人心惶惶的恐惧效应 会不会今天我只是转贴某个绘师的作品 又或者在带有黄色玩笑的留言回复 这些是不是都能被检举成立呢 比如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内文 与标题含有此小鬼的图文 而被iWin要求上方必须限制浏览 不少网友开始议论纷纷 有人跑去问iWin 是不是有此小鬼这个关键字就不行 得到的答复是 只要标题有小鬼就不行 而被检举的对象 也不单单只是个人的问题 也会影响到提供网络服务的业者 这边就需要看一下两个法规 分别是 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就是新闻中常常听见的儿少法 另一个叫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前面介绍iWin 是基于儿少法第46条 并会同多方单位组成的专案计划 这个第46条第一项 就是在说明成立iWin的依据性 第三项就是关于网络平台业者的规范 白话的意思就是 只要有危害儿童或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 平台业者必须做好分级制度 限制浏览或是移除内容 如果业者没有做到 那么就会依照画面中的第94条规定 处6万以上30万以下八幻 而且是按次裁罚 另一个法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这个就更严重了 与儿少法的差异最大差别是针对性的规范 法规的第二条写下对于性剥削的行为有哪些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项的第三款 拍摄、制造、播送、交付、公然陈列或贩卖儿童或少年之性影像 与性相关而客观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之图画 语音或其他物品 这点引来了网友的不满 一直以来法规针对的是三次元的人事物去定定 对于现实的状况去规范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但针对非现实的二次元创作也做出同样的处置 就让人难以接受 因为没有实力可以举证说明 二次元的作品会直接影响三次元造成性剥削的原因 近日PTT也在1月31日发出公告 请各看板版组务必遵守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相关规定 并贴出该法条的第47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不正当理由者 得储新台币6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款 这条法令又根据统法第八条的规定 要求网际网路平台提供者必须限制浏览或移除 这样子看下来会影响儿童及少年身心发展的作品或是讨论 可能会被IWIN检举并持到儿少法的处罚 会影响观感色色的图画 文字也有可能会被IWIN检举并持到性剥削防治条例的处罚 哇这两个互相包夹下 你各位想想看不要说二创了 光是动漫本身的内容有多少作品都违法 那么到底要怎么判断一个作品是否有处罚呢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室吧 我们的卫福部给出了答复 这边我原文截取新闻的主子请一定要注意听哦 卫福部保护司司长张秀元也表示 依儿少性博取防治条例第二条规定 只要是能勾取人们性欲的儿少性影像都禁止散步 不论该儿少影像是真人还是人工智慧制作 只要会让人联想到性就不该散播 一言必知 只要你有勾取儿少色色的意图就不行啦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啊我又没在看那些18进的优态角色 也没有发文或贴图 只是单纯喜欢一般的动漫作品 这些法条关我什么事 我相信在这个社群媒体泛滥的时代 看见任何关注的贴文或是图片 或多或少都会分享转发 但你的好意分享是有可能处罚的 卫福部保护司司长张秀元就点到 儿少性博取条例第38条 一样我把这条规定放在画面中 这条规定的第一项后面就写到 散步、博松、交付公览陈列或以他法功能观览 听闻儿童或少年之性影像 与性相关而客观上足以引起 性欲或修辞之图画、语音或其他物品者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五百万元以下罚金 甚至同条第二项意图同样的散步行为 也能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百万元以下罚金 一个不注意的分享是可能失散行者的 没想到分享二次元的作品可能罚得比酒驾还重嘛 顺便说一下 根据刑法第185之三条第一项 达到酒驾标准是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是不是觉得轻满多的 在报道中张秀元就更进一步的解释 这个儿哨心剥削防治条例第38条 这边我一样贴上新闻原文 张秀元解释 第38条中的图画为宅明是真人虚拟或是AI合成 只要看起来像儿童或青少年 有做出性相关的知识、动作或剧情暗示 就会涉及相关法规 但实务上仍要以个案判定 相关标准、原则定定 三月会在开会讨论 虽然目前都是用个案来判定 但只要主管机关主观认定看起来像 你就很有可能被冠上罪名 这里文末也提到相关标准会等三月再开会讨论 那你可以想想看什么叫看起来像 列由国中生的高木同学 这剧情额头烧得我好痒啊 你问 我新的三田身在不科学吧 整天上演大车转小车 你问 鬼灭的迷豆子到底有没穿内裤啊 喂 恋上换装娃娃的喜多昌 跟主角跑去汽车旅馆拍片耶 喂 只看见半片天空的废轮 喂 嘿靠不是把这些都能成立吗 毕竟审核的人也许认为看起来像 目前Irene会烧得那么大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 1月23日Irene召开闭门会议 与会成员有NCC、卫福部、各平台业者 还有儿少团体们 就针对二次元的判定标准有过一方争论 但因为是闭门会议 详细的情形我们并不知道 目前能够知道的消息 除了媒体的报道 另外就是PTT与会的主长与顾问 他们有发文稍微提及的会议中的状况 但想起并不能公布 所以说的相对隐晦 有兴趣想了解的 我会把连结放在说明处 1月23日这场会议的重点内容 一样取自新闻中的片段 大意是 1月23日的会议并没有结论 当天有学者提出 幼泰的认定标准 用眼睛占脸部面积一半以上来判断 但NCC认为可能会对网路言论 与创作自由造成限制 整场会议 NCC也没有命令 Irene对虚拟而少色情进行定义 所以对现况而少规范要求重研的 不是公家机关 而是不知名的儿少学者 至于后段NCC代表强调 并没有讲过照着做 这是另一体的延伸事件 这个延伸事件是来自PTT语会的组长 在会议中听到有人喊 听话办事就对了 但他只是听到声音 没有看到是谁说的 就把这句话放到发表的文章内 造成带风向的误会 导致矛头指向Iwin NCC 后续该组长有再发一篇文道歉 因为他接获Iwin的联络 厘清讲出听话办事就对的对象是谁 一切是他本人为查证清楚造成的误解 那么讲出这句狂言的人又是何方神圣呢? 我也不敢乱讲 等等换我被Win了 想知道的 一样可以点连结原文字形判断 现在可以知道1月23的会议没有结果 对于二次元的判断标准 将会在3月份的时候开会讨论 这场火也还未平息一天比一天还旺 我不敢说各位一定要有什么作为或反应 但身为二次元文化的爱好者 希望能够一起关注事情的发展 因为这场会议的结果 很有可能会极大影响你的习惯、生活、兴趣 那么感谢观看到这里的各位 希望天空依然是开阔 不会遇到江峡渣人的一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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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